關聯的地方,因為它城市設計現在慢慢就是 有個專有名字叫MVC的一個架構 MVC 開發的流程幾乎都這樣,MVC 那什麼叫M,M就是資料 你資料要放哪裡 你資料可以放在像Docal Storage,你也可以放在資料庫 你也可以發雲端,放在任何地方 那V的話什麼,V的話就界面 所以我們開發流程就剛好,其實我們的流程剛好不是MVC VCM V的話就是畫面,所以我們通常是把V先界面先做出來 然後第二個C的話就是Control Control就是程式,誰去控制 有沒有畫面上有什麼元件 當他點了這個元件的話,跳出什麼樣的結果 那個是後面的控制 控制之後會產生資料 有沒有,你有些東西,資料到底要放哪裡 比如說他填查詢的一個 這個地標 那這個地標查詢的結果,我就要把它存起來 會產生一個儲存資料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M 一般就是像 裡面的變數 有沒有,像剛剛我們不是有一個宣告 一個那個 在這邊會宣告 Gate回來的東西 我們有做一個宣告動作 Logo Storage 有沒有 這邊有個VAR VAR就宣告的意思 在Java Square是宣告 宣告一個Data Data就是變數 這個變數其實也就是資料暫存的地方 他是暫存在記憶體裡面 變數通通放在記憶體裡面 可是記憶體 他會因為什麼 你主機 你關機之後那不見了 或者重開也會不見 所以如果說你固定的東西要放哪裡 那就是放在Local Storage 他即便是這個App 關掉了 他資料還會存在 來不然你App關掉 變數就消失了 消失不就要重來一次 所以為什麼系統一打開你又要再來一次 所以現在很多App 都不夠貼心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進去 我要再去 把上一次我做的動作再做一遍 那為什麼他不能夠 我進去的時候他自動幫我 存一些資料 我一進去他就 停在我上一次執行的那個畫面裡面 做的事情裡面 這樣子不就很方便嗎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 那些App的開發 人員 他不懂得 幫使用者 儲存一些喜好設定 因為有5M的空間 非常可以存 你做個動作 幫他存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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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 對 而且哇你這App好貼心喔 什麼都幫我存下來了 太好